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消防局特别办理了特种搜救队 56小时紧急集结动员演练活动 目的是为了强化特搜队员 以因应国内外各项灾害应变的速度 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顺利地执行国际的人道救援任务 而在受训期间 县长徐振卫特别到场 未免所有的队员 感谢他们为这个社会所付出的心力 徐振卫表示 感谢所有参与特收灾害救助训练的特收队员 在正值新冠肺炎防疫艰困时期 仍坚守岗位 参与56小时不间断训练 强化收救能量 培养救灾默契 模拟不同灾害情境 加强救灾装备器材操作训练 确保每次救灾工作 圆满达成 106年成军的我们的这个特收队 一直是107年成军的 我们的这个益销的特收队 尤其是4月1号 4月11号 我们的洁安分队 以及第一特收大队的这个基地 要动工了 所以这也是让人非常满心雀跃的地方 然而只有硬体 却我们更需要有精良的部队 还有精良的大家能熟能生巧的我们的这个 的器材让大家能够好好的训练 先让我们第一线的锦胶 把我们的所有的特收队所需要用的我们特殊器材 还有特收需要用的我们的很多的机械机具 都能够透过这一次的训练 让大家都能够非常非常熟悉 它的性能以及如何运用 而我们今天连续三天在这里扎营 24小时的不断电的训练 也要感谢大家能把时间抽出来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一份责任在心 让花莲能够更加的安心 一份责任使命在身 让我们的国家的防灾的能量越强 一份为国家努力尽心 相信我们的这个特收队 未来都能在国际的人员 这个人道救援里面都能够发光发亮 让自己的生命真的是平凡中的不凡 而不凡中的更不凡 他更齐勉所有同仁 辛苦不会白费 汗水不会白流 一份责任在心 让花莲相亲都能安心 一份使命在身 让国家防灾能力更提升 期许这一次特收灾害救助训练 让花莲特种搜救队 在国际间的人道救援任务中发光发量 发挥最大价值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